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九二共识跟和平统一 现在还是中国大陆 中共官方这边的主轴 那我想要请问老师 这可能就是 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坊间盛传 包括小弟本人我 也这样推测 那在 我不知道老师方方面讲 那老师你就讲你 你能够讲的部分 现在坊间盛传 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可能会改变和平统一的主调 可能会有所改变或调整 那对于这个讲法 老师你觉得呢 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 那这个讲法 老师你怎么样说 二十大以后 有可能会改变 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主轴吗 我是这么看的 这个二十大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 重大的政治活动 当然他这个政治活动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做出什么政策的调整 这个咱们没法预测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就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对台的大正方针 就是我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它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 可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我说可能改变 可能改变的是围绕着这个 或者说基于这个原则 大正方针 我们的这个策略 可能会根据外部的情况的变化 进行一个调整 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是我 那你说 我的看法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 和平统一 九二共识和平统一的这个主轴 是不会改变的 但因为九二共识是什么 做法可能会有调整 你说你说 对这里我说一下这个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呀 它是什么关系呀 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时候 比如说中美建交 中日建交 中英建交 比如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都要说一中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只有这个国家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 它才能和中国建交 这叫一中原则 这个一中原则相当于一个外交词汇 但是在两岸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就不能讲一中原则了 所以就会用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来代替 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对 所以说中国的对外交往叫一中原则 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就叫九二共识 所以说你说九二共识会不会改变 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没有改变 这个九二共识它就不会改变 这个策略也就不会改变 好 那和平统一呢 和平统一也不会变 为什么 因为我看岛内很多人也说 包括这两天美国很多学者也在警告美国政府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对吧 很多人都在讲 和平其实对于两岸来说 它是利益最大化的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美国想要利益最大化 和中国想要的利益最大化 它肯定不是同一个利益 对吧 就像做生意一样 有人多赚 有人就要少赚 当中国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就是和平统一的时候 它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利益 它小了 或者受到损害了 所以这个就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现在处心积虑的 要挑起台海冲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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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要把美国的因素拉进来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 利益最大化的就是两岸开了开战 但是对中国来讲 利益最大化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两边都在找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式去做 对 这就是一个博弈 当然我说这个利益的话 并不是说中国要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和美国做什么生意 因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两岸的人民来说 都是利益最大化的 没有人愿意打仗 我也不愿意打仗 对吧 台湾我相信台湾同胞 台湾人民也不愿意打 谁愿意打仗 全世界台湾同胞愿意打仗 打打嘴炮 打打嘴炮没关系 对吧 都在打嘴炮 发泄发泄是吧 对对对 不一个口快 真的去当兵四个月都要哭了 14天了 当兵14天都哭了 战争太残酷了 真的战争太残酷了 即使不拿枪不拿枪上战场 战时的管控就让人受不了了 物资是有限的 对吧 水 食物 可能自由都是受限的 为什么就像乌克兰一样 宵禁 晚上八点以后不让上街了 如果八点以后夜里在街上游荡 有可能被当作敌军被击毙 对吧 所以说和平 它是可贵的 它也是利益最大的 对于美国来讲 对于美国人民来讲 和平也是最可贵 利益最大化的 但是对谁来讲不是好事呢 就是美国那帮军火贩子 军工集团 对没错了 其实都是老百姓 其实都希望该干嘛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对 就是大陆有句俗话 就是打起仗来 老百姓最倒霉 对没错了 对吧 对美国老百姓来讲 它的确也是倒霉的 也就是说今天咱们在一块交流的这些咱们这些兄弟姐妹 如果打起仗来咱们是最倒霉的 嗯 嗯 是啊 就是那个云鹏老师你应该还好吧 你应该年纪过了吧 我是七年级生八零后 你是八零后 对 你年纪比我小哦 是啊 所以我叫你杰哥也没错了 当然 感觉起来你比我年轻 我这个衰老的比较快 你年纪比我小我的妈 你年纪比我小 杰哥承让承让承让 你年纪比我小 真的假的 你不要骗人 我是81年 我是1981年 我都想要让位子给你 你年纪比我小 不好意思 小鹏 对对对 你年纪这样比我小 但是那你很资深 你真的是很资深的媒体人 你就观察你已经入行很久了 难怪 是我做了15年了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这方面 能够干到副总编 这个没有 就是你一定要干很久才行 你要没有资历是不可能的嘛 原来你年纪比我小 真的是但是你是我媒体界的前辈了 真相了真相不敢不敢不敢 不会不会不会 杰哥永远是杰哥 嘿嘿嘿让我看看 没有了 你不懂我的梗 好了来这个 那个云鹏老师 慢慢会懂 你不懂 那就不要叫云鹏老师了 已经真相大白了 还是尊敬 还是尊敬 热来兵 首先这个云鹏老师 你要去 你都在B站 这个梗在B站很红 你可以去B站 打杰哥两个字 你就知道是什么梗 好的 我一定下了波以后 一定马上学习 一定马上学习 那那个云鹏老师 我就接下来讲 刚刚那个问题问一半 还没问完 就是说 那照你这样说 就是说九二共识和平统一的这个主轴 如果没有变的话 那要怎么统一 统一有没有时间表 对中国大陆官方来讲 因为你如果一直和平和平 那至少在民进党这边 的政策就是 反正我不谈 反正我就干我的 反正就是 我只要不宣布法理台独 你奈我何 那我就反正就耗在这里 跟你耗了 老娘跟你耗了 反正就我不谈 不谈 那你事实上你也无可奈何 如果你维持和平统一的主轴 那对中国大陆官方来讲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统一时间表 就目前来讲 就是官方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民间呢 一直在这个传 就是也有一些专家的朋友跟我讲 我是一部分引述 一部分是自己的观点 就是他们说呀 时间表这个东西 看局势的变化 如果局势发展到需要行动了 最快就是明天 这个理解吧 就是说如果真的 一看实际到了 或者说真的是红线被突破了 那断然措施 就动手 他没有时间表 他没有时间表 但他是谁 还有一个 最远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2049年 最远是2049年 怎么说 你如果讲2049年 那个网友都要崩溃了 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 你觉得不会超过这个时间 是有人认为不会超过这个时间 那您认为 我觉得60%吧 60%是什么 因为到二边 60%的可能 为什么呢 不会超过2049 60%的可能 对 因为这个 不好意思 我打个招 就是40%的可能 是2049以后吗 对 他这个事儿没法绝对的说 因为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两个线索 我说两个线索 大家就知道 就是大陆有两个100年目标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台湾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 两个100年是什么呢 第一个100年目标呢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个是去年2021年 就这个成立100周年了 对吧 对 这个100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达到小康 小康社会 就是消灭贫困 下一个100年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 这100年要实现什么目标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好了 这里头就有一个逻辑问题了 如果作为一个国家 他连国土都没有统一 那弹劾复兴 对 所以说以此很多人推断 最晚2049年 这是很多人推断 不是你的推断 我也认同 但是呢 我绝对 不绝对 不绝对 因为到2049年 还有20多年了 对吧 咱们就是你想27年 咱们出个4 对吧 4期28 咱们就说7 台湾总统换了7次了 对 谁也说不定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OK 但是所以老师您的看法 就是说两岸现在虽然闹的闹疼的很凶 但是中国大陆这边的战略定力 它以它长期发展的策略来讲 它会按照自己的节奏 那反正如果该我出手的时候我就出手 那我最晚我是不超过2049年 但是反正在中间如果随时有什么时间点 我觉得可以 我就做了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是做好了准备的 但是真的要我等 我等到2049都可以 是吧 那是 这个有生之年嘛 大陆有那个网上大家开玩笑 有生之年终于见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现在就是 有生之年 那大家真的是要活够久 如果照那个云鹏老师这样讲 好 那个网友要暴动了 网友说你乱讲 因为云鹏老师你也知道 现在网路上的那个言论 大家都很明天就无头 对对对 留导不留人 好 等一下云鹏老师接受大家口音 来 我先说明一点 我先说明一点 就是不来乍到 请多关照 因为我说的都是个人观点 待会大家拍砖的时候 一定要手下留情 我是想跟大家交朋友聊天 来的 云鹏老师我跟你讲 杰哥一定要照我 我这里有面包 你要不要吃 好啦开玩笑 好啦 那个云鹏老师 我跟你讲 我的网友都是手上拿40米大刀的 他们不跟你讲前面 等一下你的血条要够长 我记得我之前访问过 国民党的一个大陆事务部的副主任 他血条被砍到只剩一滴 你知道 最后再撑 你知道很惨 网友绝对不留情 我砍死你啊 砍死你啊 好不好 你等下自己多有心理准备 查一下多 如果说能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拿刀砍或拿砖砖拍的过程中 也感觉到舒爽和痛快 那我也值了 可能网友听得不过瘾 但是云鹏老师是基于他在他这个位置 长期的观察跟分析 那他是 对对对 我还是有负责任的说 你不是瞎说的 你有一些发言权的 你在这个位置 你干了这么多年 你有一些发言权的 也不要客气 好来那我们就来谈第三个主题 但是谈第三个主题之前呢 我再帮你推广一下你的频道 我刚好不容易找到了 两岸政坛 这个云鹏老师在油管开的这个频道 叫两岸政坛 希望大家多多这个订阅 来我把这个连结给发上去 请大家多多订阅云鹏老师的这个 在油管上两岸政坛 被限流现在很严重 我刚刚找我都找了好久 因为除了我之外 还有很多比我更高深的这个专家 他们看的比我深多了 讲的也比我精彩多了 都是老炮 都是老炮 好OKOKOK 好来来来 欢迎大家多订阅两岸政坛 我把那个连结发上来 好OK来 那那云鹏老师我就问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我们来开个脑洞好了 就是这也不全是脑洞 因为在台湾这边有很多 就是比较难赢的啦 就是对两岸未来担忧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会对两岸提出一些解放 那比如说什么一国 一国两府 什么一国两区 还是什么中华联邦 邦联 然后一个像吕秀联副总统 叫我们台湾嘛 我叫他吕副总统 他有提出一个中华 取代一个中国 对对对对 然后张吕宗老师他讲出什么两岸和平 备忘录 然后之类的他有什么什么联邦 还是邦联 类似那种概念 那 就是说 除了一国两制 就是在中国大陆这边 你们提出的方案叫一国两制 除了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方案 那中国大陆 有没有考虑过用其他的方案统一台湾